开始 今天呢 我也有个假眼镜 是来看防辐射 不过总忘记戴 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个假的眼镜 就是没有度数的 这个是没有度数的 只不过就是戴上了眼镜之后 第一 它这个是有防 有一个蓝光涂层 就是会防辐射 然后呢 另外一个就是 是吧 戴上去感觉舒生气有一点 不然太那啥 好 布偶同学说终于赶上一次 好的 不迟 不迟 为时不晚 我们这次呢 讲的是字母I 我们有这个 ABCDEFGHI 第九个字母 然后呢 今天的头发又是有点放飞字母 今天头发有点放飞 好的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 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 开始今天的课程 今天呢 我们要说的是I 字母I 在这儿 其实呢 熟悉我们这个课程的同学呢 应该已经知道我们是怎么样一个套路了 对吧 我们是把这个单词最最原始的一个含义 给它给抽丝剥茧剥出来 因为现在的很多这些单词呢 都是根据原始的这个词汇这么来的 那原始的词汇呢 有它一个象形的概念 象形之后造出了现在一系列这种现代单词 但是也有一些是就新造出来的 也有一些外来词 但是呢 我们从它以前的这个样子是能够看出来单词的记忆轨迹的 那这样无论是对于大家以后自己来学习 还是记单词还是怎么样 呃 会有很大的帮助 那我们首先来看呃 这个啊呃 这个这次我们讲的这个字母呢 是I跟J 啊 I跟J 这两个字母其实都是从一个音符演变而来的 就是从这个叫做Yan 啊叫做Yan 呃 是最早最早 嘉南语语言里面代表一种手臂的意思 啊代表手臂的这个意思 他的这个单词到现在犹太语里面也还在用 啊犹太语里面还在用 大家知道世界上谁开始了基督教跟犹太教吗 其实最早最早就是犹太人所开始的 啊 最早是犹太人开始的 谢谢小孟同学 今天两 哇哦 今天两个 今天只讲一个 今天讲一个啊 J留到下次说 留到下次说 两个音笔讲的讲不完了啊 所以 呃 犹太人 对就是犹太人 圈圆同学讲非常 哎 哈喽 高一米九 高一九啊 高一九 每次都说高一米九 呃 对 所以是犹太人 那他们的话 呃 很多呢 这个语言也是非常古老的 他们的这个语言不像现在的这种 呃 英文这么复杂 呃 这这么简单 其实大家可以纵观一下历史 越是古老的文化 他们的语言系统就越是复杂 越是古老的 他们的这个系统就越复杂 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 比如说中文 直接看中文 哇 中文写起来 这人家看跟天书一样 阿拉伯也是的 然后包括一些呃 像犹太人 他们的宗教也是的 就越是古老的 这种呃 有很多年历史 几千年历史的 他们写的文字都特别的复杂 然后越是简单的 就是越是一些比较呃 怎么说呢 新的一些文化 他们的这个书写就越简单 所以你看 现在人用的英文 跟以前人用的英文也不一样 以前的英文很长 哈利波特大家看的话 里面的那些咒语 全部用的都是古拉丁文念出来的 其实就是现在的英文 意思是一样的 比如说在这个哈利波特四 三 哈利波特三 他们有一个咒 就是那个变形怪一出来 然后他们需要念一个咒语 让它变得很搞笑 很滑稽 它那个咒叫做ridiculous 对吧 其实就是ridiculous 就是很滑稽的 然后比如说照明咒 就是luminum 啪 一弄 啪 这个灯就亮了 亮了 其实它都是拉丁语里面 它的这个意思 但是你感觉 一用这个咒语说下就很长 对吧 stupify 对 还有stupify 啪 还有这个 对 Stark同学非常好 弗地摩如何笑出强大 整个系列下来看了不止十次 对 急急如玉令 哎呦 这个厉害 急急如玉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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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有有这样的一个叫fast as milkery fast as milkery 就是如金星一样的快 如金星一样的快 他们有一个这个版本 有一个这个版本 fast as milkery 就是像金星一样快 所以人家叫急急如玉令 急急如玉令 讲授知识 做个商博良 才有意义 商博良 讲授知识 没有什么叫商博良 商博良 是让 要把这个转成 这个truth and happiness 同学能解释一下 什么叫商博良吗 好 我们继续啊继续 所以呢 他这个单词呢 他越来越简化 那我们说了犹太语 犹太语 他最早的 他其实是来自于 也是来自于 他们这个古老的嘉南语 等于说嘉南语 他们在这个 公元前15世纪的时候 然后大概做了几个演变吧 然后由菲尼基人 做出了几个演变 演变完了 一部分成为了犹太语 一部分成为了拉丁语 一部分成为犹太语 一部分成为拉丁语 所以呢 是有一个分支系列的 所以现在这个yard 现在呢 犹太人还是继续来用 我来给网上 给大家来搜一下图 给大家来看一下yard 是长什么样子的 直接给大家看一下 用yard 这个他们还是在用这个单词 并且还在使用的 他们这个yard是什么 我们打开google 给大家看一下 来 长得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可以放大 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 上面是一个像笔一样的 但是下面呢 它是有个手指的 放大给大家看一下 上面是有个手指的 来 包括像这些 都是有手指的 所以它是像一个什么呢 像一杆笔 然后下面有个手指 所以yard 它还是它最原始的含义 就是像手臂的意思 像手臂的意思 而且 对 就看上去更像y 看上去更像y 但是呢 它是借了一个 它的这个发音 借了一个它的发音 你看yard 如果我们来 把它的这个音标 国际音标 给写上的话 它应该是这样的 yard 应该是这样写的 然后你再像包括像yes 这个单词 yes这个单词 你如果写的话 它也是yes 对吧 所以你看它这个j 虽然写的是j 但是它发的是yet的音 我来放大一点 给大家看一下 它发的是yet的音 yes 破解甲骨文 我的天 所以你看 它是yes 这个虽然是发的是j 但是它发是发ye 是发ye 它属于一个半原音 AEIOU是属于原音 然后这个ye 它是属于半原音 所以你看它虽然是y 但是它发音上 是来自于ye 发这个音 所以你看yard yard yes 都是发这个 然后呢 菲尼基人 接着就把这个音 简化成了两个 发成了两个 这个分别是i跟j i跟j 这两个字母原来是一起 原来是一起 这个j是i的大写版 j是i的大写版 我们来给大家来看一下 原来i是没有小写的 i的大写是这样 l是这样 然后j是这样 原来这个j就是i的一个小写 所以它们两个原来是一起的 原来是一起的 包括你看它们现在长得也很像 对吧 长得下面就带了个勾出来 所以这两个分别是拉丁字母的第九个 跟第十个 是从这样演变出来的 一生二的一个关系 一生二 它们两个原来是一家 原来是一家 然后这个i后来也被纳入了希腊文里面 叫Ioda Ioda 就是这个 但是我们只是给大家先简短讲一下历史 然后后面我们就看它如何来用这个来变形了 来变形了 i的刚刚图中是什么 哎哟 刚刚的是犹太人 他们的一个 就是算是一个在祭祀 不是祭祀 在这个宗教当中的一杆笔 一杆笔用来指东西的 用来指东西的 那个就是yad 就是它这个原始迦南语 这个字母 它这个yad 这个的发音的由来 但是后来呢 它写成了i跟j 后来写成了i跟j 可以给大家再看一下图 比如说你要指一本书 你要指哪 指哪 它就是用这杆笔给大家指 等于是用一个笔在上面指 指给你看 指给你看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现在它如何来记忆它 来咯 走你 所以i 这边一点一点演变出来 一开始它是有手臂的意思 但是后来呢 这个意思呢 就渐渐的被大家给 就是曲解了 就原来它这个是 这个算是一个 不太符合它本来原意的一个东西 后来呢 希腊人它造出了i 拉丁人造出了这个i之后 给它写了一个现代的一个形状 所以呢 它直接就是写了一个i 上面有一点 所以它有一个叫点的意思 有个叫点的意思 我们虽然呢 跟大家讲一下 它这个字母是怎么来的 有一些是根据它原意 直接很好的后面人继承了 但是还有很多 他们做出了一些修改 做出了修改 i跟j这两个 他们就是有做出修改的这个单词 所以像之前我们有讲了 有很多比如说 他们会有个原始的含义 对吧 比如说b叫做bet beta是在什么什么里面 所以你看像这个base 对吧 基地也是在什么里面 between也是在什么里面 那个就比较好的继承了 但是i跟j这两个 跟他原来这个手臂 几乎没有关系 手臂的这个概念 给犹太人继承走了 手臂的概念给犹太人继承走了 因为迦南语 他们完了之后会做出两个分支 就他们分流到了各个地方 就有的人是继承了他们 有的人是做了一些创新 所以像拉丁人跟希腊人 他们是做出了创新 犹太人继承了 他们原来这个迦南语的意思 就作为手臂 好 anyway 那他做出了创新 做出了哪些创新呢 很像哈里波特的魔法棒 对 有点像那个谁 有点像那个邓布利多的那个魔杖 是吧 一节一节的那个 叫做至高魔杖还是什么 所以你看 这个i它有了一点的意思 造出了一系列单词 比如说ice ice 对吧 ice 我们放大给大家看一下 ice 对吧 来你看 冰块是什么 冰块不就是这一点一点一点的小冰块吗 一块一块的小冰块 你看咱包括中文的这个点字 它也是的 对吧 上面是一点一点 蹦蹦蹦蹦 像冰块一样 蹦蹦蹦蹦点 然后ice是冰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来写一下 ice叫做冰 在这 ink叫什么 叫墨迹 墨迹 ink叫做墨水 也叫墨迹的意思 你看墨水 大家一般打到纸上也是 冰冰冰 对吧 一点一点一点 它有一种这种点状的感觉 当然虽然了 i这个单词 i这个字母 它作为自己有单独意思的 很少很少 就是你纵观 你翻开字典 你翻烂了 正过来反过来 你翻 对吧 正过来反过来 接骨目 现在的甲板 太帅了 那个魔法棒 好多哈利波特迷 所以你看 所以你看 你纵观字典 你把那个字典 颠过来 倒过去 你翻烂了 你翻烂了 能够i 作为大部分单词 都是作为一个前缀 去出现 in或者im 对吧 这个我们稍后也会讲 它是怎么样的意思 它单独出现的很少 单独出现的很少 像很多单词 你长了之后 它都是会有一个词 根作为前缀 后缀 i 这个字母 因为它也是一个 算是 就是它自己开发出来的 一个词吧 是这个拉丁人 自己开发出来的 一个词 所以呢 它给它自己赋予 它意义的 也不是很多 所以i这个算是 所有字母里面 也是就如它 就一点点 真的就是一点点 跟j相比 虽然说i跟j 一本同意 但是j的单词 比i要多很多 比j 比i要多很多 所以i真的就是 所有字母里面 最小的这么一个点 最小的这么一个点 好 那我们再来看inch inch 这个叫什么 叫英寸 是吧 英寸 对吧 多少 一点点 一点点 英寸 也是一点点 一点点 英寸 inch 然后还有什么 叫idea idea 咱直接就中文翻译 来中文告诉我 idea叫什么 idea ice cream ice cream why teach long and short vowels together long and short vowels together 等一下 我来看一下 想法 Amy同学 很好 但是idea 还有一个 叫什么 叫点子 对吧 叫点子 I have idea 我有一个点子 想法呢 这个很多是用thought 会用thought 来说 因为我们这个是这样的 Danny同学 我们这个不是long vowels跟short vowels 我们不是根据从vows的这个角度来出发 我们直接是通过这个字母的角度来给他做这个单词的一些隐身 音标呢 的确这两个都是音标 耶 这两个都是这个音标 但是呢 我们今天是从这个字母的角度上来出发 Evil idea 这个 对吧 点子 点子 对 亮了 亮了 这个 布偶同学 花花同学 I believe同学 非常棒 所以你看 这个idea 它直接就叫点子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的一个想法 一个小的idea 一个小的idea 对吧 如果是有大的那种想法的话 大的那些可以叫thought 或者说是这个plan 对吧 那这种就是大的一些thought through的一些东西 那idea它其实就是点子 很小的一个东西 然后接下来item item这个叫物品 也叫条款 也叫条款 所以你看 你这个物品里面也是东西很多 东西很多 你家里面有so many items 对吧 这个items就是很多的这个东西 棒棒棒棒棒 然后有这种杂物 有这种一小点 一小点把它最后拢在一起 拢在一起 学长什么时候出视频合集 合集 这个是个非常好的问题 因为得要把所有视频都拍完了 才能出合集 当然了 这个视频 拍视频是一回事 另外呢 学长其实在写一本书 就是在把这些东西呢 都把它归结到一个书里面去 然后这样的话 大家在自己背单词的时候 然后还有例句 就真的是作为一个 像是一个学习笔记一样 然后我们也会做拓展 我们我学长大概会先做个基础版的 然后后面呢 针对考级的 再做一个这方面的 等于就是让大家帮助了大家简化一个记忆的一个强度吧 那当然了书里面我们也会把它做的更加的怎么说细致一点 因为会比这个视频会比直播更加的会就是organize 因为直播就是想一出试一出嘛 虽然也是会自己列一些bullet point 但是很多时候大家比如说打个岔啊 或者说不是打个岔 就是互动一下 这个话题不用扯远了 对吧 就扯到哈利波克上面去了 所以我们在这个就是书里面 我们会把它给写得更加的详细一点 当然了价格也不会卖得很贵的 价格绝对清明 说到什么时候出 可能7月中旬吧 7月中旬就可以了 对不起你学长 怎么了 圈圈同学怎么了 花花有才华的学长 所以你看L 不不是L I这个单词 不小心开小菜 没啥挺好的 挺好的 我们反正时间很多嘛 对吧 所以你看 而且哈利波特是我先提出来的 所以这个可以可以 所以你看I这个它叫点 你看直接就是一点点把它写在上面 I叫点子 下面有一个会跟大家讲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 就是I它还有一个什么呢 它作为了人 因为你看 人其实我们放大跟I也很像 I也很像 就什么呢 上面有个头 然后这个柱子是你的身子 对吧 上面柱子是你的身子 一个头 一个身子 对吧 很像 但是中文的人就是一撇一捺 它是形容人会走的感觉 但是英文它就是一个头 一个点 所以作为人 所以很多I它也是跟人相关的 比如说in 在什么什么里面 在什么什么里面 它是做作in 对吧 in some place in some place in 其实这个in大家也可以看 它其实就像一个什么 它也像个屋顶一样 对吧 它也像个屋顶 一个人在一个屋顶里面 那就是什么 在什么什么里面 被它给收纳住了 被它收纳住了 然后am 这个也是 是我 I am 什么什么 I am 什么什么 就是我 我 然后呢 l叫做生病 l叫做生病 你看 为什么 你人生病了 最直观的是什么 留两行鼻涕下来 就 对吧 留两行鼻涕下来 生病 但这个是一个相形记忆了 这个是个相形记忆 但其实呢 它也是就是说 你生病了 人会不适 人会不适 人也会变得消瘦 也会流鼻涕 所以l就是生病 l生病 好 接下来有几个单词 要跟大家来讲一讲 特别有意思 idle 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吧 是偶像的意思 idle是偶像 它是i 加上了doll idle idle是这个玩偶 或者是什么 所以大家是叫做偶像 偶像 do就是玩偶的意思 玩 偶 玩偶 玩偶 所以呢 这个中文 把它翻译叫偶像 偶像 就是直接是根据这样的翻译来的 直接根据这样的翻译来的 成为一个偶像 idle 对吧 idle 特别的不错 我的玩偶吗 对 就有一种这种感觉 就是一个人 人形的一个idle 就大家都喜欢的 因为之前这个do 就是大家都喜欢就玩的 所以idle 就是 我的玩偶 偶像 倒不是我的玩偶 是 就是人形玩偶 哎呀 好恐怖啊 人形玩偶 因为大家玩偶之前的话 哎呀 这个hard pod又带着好吃的来了 蛋黄栗子 大肉粽 上次带的是老豆腐宝 牛蛙宝 对 idle 所以idle就是人形玩偶 对吧 玩偶特别好 然后idle 对吧 这个单词是叫做偶像 偶像 那idiot 在下面这个 idiot 这个叫什么 叫做蠢蛋 想模仿 idle 又模仿的不是很像 就成了idiot 你看吧 这两个单词很像 很像 但是呢 稍微有点像 但是又不一样 这是首先吧 所以这个idiot叫蠢蛋 有点这个叫东施笑评的感觉 对吧 有点东施笑评的感觉 idle 大家都喜欢的 是偶像 但idiot 就是什么 就是蠢蛋 such an idiot 对吧 idiot还有什么单词 可以说 dom ass 但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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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叫蠢蛋 蠢蛋 这个 dom ass dom就是蠢 亚的意思 s就是 大家知道 屁股 是非常口语化 一个骂人的话 叫做蠢蛋 粽子还能包海鲜 今天吃了个鲍鱼咸肉粽 哦对 今天大家端午节快乐 端午节快乐 这个 粽子 哎呦 这个好吃的是叫夹心肉粽 是吧 这个是真的太好吃了 在之前我们在那个浙江那块开车 如果路过那块的话 高速公路上面 加兴开到加兴那一站 呵 对吧 就直接能开到 开进去 去拿肉粽吃的 那个真的是特别好吃 肉粽真的是 dumbly door dumbly door跟dumbass不一样 它叫邓步 它是邓步 贤蛋黄是肉粽的爱豆 加兴肉粽 对 好 然后呢 我之前看到一个笑话 一个笑话特别搞笑 是这个 一个interview 一个人去一个 另外一个公司去interview 然后这个interview 那个经理呢 他是有一个名牌 写在这边 这样写的 他是这样写的 因为你看dumbass这个单词 我们放大点给大家看 虽然这个老老是骂人 也不是很好 但是呢 这个也是可以的 dumbass 它这个dum 它这个b是不发音的 这个单词 如果是单独念这个单词 叫dumb 叫dumb 就是什么 叫哑的 也叫笨的 都笨的 也叫哑的 哑跟笨 因为之前人如果不说话的话 大家就可能说他很笨 所以说爱因斯坦 大家就说他爱因斯坦小时候不聪明 因为他说话特别晚 对吧 因为他说话特别晚 但其实爱因斯坦他是会说话的 只不过他就说话特别慢 因为为什么爱因斯坦是没有就是小孩这种压压学语的这个过程 就别人都是说 对吧 会说这些话 然后呢爱因斯坦一说出来就是一个完整的句子 主卫兵结构完整 过去是这些用词非常的完整 所以他就说话说得很慢 但是呢他说话特别的正确 但是呢由于他说话不会像别的小孩这么说 他不会认为什么笨 所以dumb这个既有笨也有哑的意思 所以dumbass有蠢蛋 但这个b他是不发音的 他是b 对mb组合大步 b都不发音 对大致若愚吧 logic 对逻辑思维非常的强 所以继续说我们刚才一个小笑话 就一个人他去到这个办公室去interview 去interview 然后呢那个面试官的这个名牌 写的就是DUMASS 然后这个人就说了 Good morning Mr. Dumbass This is really nice meeting you Dumbass I'm such a nice applicant Mr. Dumbass Mr. Dumbass I'm such a pleasure to work in your firm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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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最后 Hope you have a nice day Mr. Dumbass 然后这个人 就是这个经理 全程微笑 听完了他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突破横飞 然后最后来了一个 My name is pronounced Mr. Dumars Dumars 他是D-U-M-A-S-S Dumars 是这样的这样一个断句 所以哎呀 就对吧 没了没了 that's end of the story 好我们继续来回到文中 回到文中 Dumbass看完了 我们来把这个往下放一点 往下放一点 哎呀 为什么 哎 然后在美国 如果你搜Idiot 出来的都是这一位 出来的都是这一位 如果你在谷歌搜一下 搜一下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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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iot 这个单词 东施孝平 直接 来了 来了 然后呢 我们还有一个单词 要跟大家也说一下 哎 就是这个 这个单词 我们来把它给移一下位置 Google太会玩了 对啊 哎 来 这个单词 这个单词叫什么 叫闲置 也叫 对 这个单词 Idle 叫做闲置 这个单词 跟偶像 Idle 发音一模一样 这两个单词 发音一模一样 Idle 跟Idle 偶像 跟闲置 这两个单词 一模一样 所以 偶像 是会被闲置的 是会被 过气的 所以Idling 这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单词 Idling 它是什么呢 来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我们放大给大家看一下 在这 是这 这个东西 就是比如说你车 在发动的时候 就是你车 它说是什么呢 它说 Stop Idling If you are stopped for more than 10 seconds Turn off your engine Turn your engine off Turn your engine off 所以 闲的才犯 我像过气的东西 对 Idling它是什么呢 就是你车 在发动着 但是你不开 所以这样 就会有很多的尾气 出来 有很多的尾气 出来 所以这种 就是你的 不完全燃烧 你的燃油 所以会产生 大量的尾气 在美国这边 就是如果你在 有些地方不管 但是人多的地方 比如说在纽约 你车 如果是你发动着的 如果你不关火 警察是可以来给你贴单子的 就可以给你贴单子的 如果你在这等着 因为你会产生大量的尾气出来 所以Idling 就是这个意思 你车闲置在这 就是你不开 但是你车一直在发动的过程当中 会对环境造成污染 所以Idling 是这个意思 当然他也有你看 这个气出来了 对吧 过气的一种感觉 所以Idle 这是同样一个单词 但是呢 他有了闲置 也有偶像的意思 两个是同一个东西 同一个东西 好 那么 那么 接下来 He is 蠢蛋 过气的东西 对 你要是在网站上搜 你在谷歌上搜 Idiot 都出来的全部 都是这些 都是这些 好 那接下来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 I am 跟I am 这两个单词 I am 跟I am 这两个其实他们是同一个 就是他们是同一个 Family 这个I am 跟I am 这个呢 是作为很多前缀出现的 但是呢 这两个前缀啊 大家如果在背单词的时候 有时候会弄混 虽然是I am 有表示否定的意思 对吧 比如说 Incorrect 对吧 不正确 Impossible 对吧 这个不可能 Inactive 叫什么呢 叫是不活动的 就是不运作的 Inactive 或者Irregular 叫不规则的 所以I And 或者I am 或者I are 它这个写在这个里面 其实有否定的意思 但是 But 有一个But 它呢 也有另外一种含义 叫做实 什么什么 我们先来给大家看一下否定的这个意思 先给大家看一下否定的这个意思 因为这个比较熟悉 所以大家我们比如说在背一些单词的时候 你看见他前面加了个I am 或者I am 首先第一反应呢 先查一下字典 第一个反应先查字典 查完字典之后 你才知道它是怎么样的一个 一个规则 因为有很多单词呢 比如说他加了I am 或者加了加I am 它是有使什么什么 所以查一下 所以incorrect 它是什么 叫不正确 correct 正确 incorrect 不正确 impossible 不可能 对吧 不可能 inactive 就是不活动的 或者叫不运作的 因为active 是什么 是动作 运作 对吧 act 是什么 动作 active 就是活动的 那inactive 就是不活动的 比如说我们群里面 这个不活动的 这个不活动的 这个群友 怎么说 inactive users 活动的就是active users 活动的 不活动的 别怕 是友军 欢迎友军同学 对 哥们绝对是哈佛的 哥们绝对是哈佛的 哈佛的RND 喜欢否定的否定 好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还有那 irregular irregular 它其实也是in的一个变形 它也是in的一个变形 但是呢 它是根据regular 如果你in regular 你发音的话 它不会特别好的发音 所以它直接就变成了叫irregular irregular 意思也是一样的 表示否定 regular叫规则 叫做规则 那irregular就是不规则的 不规则的 那我们再来看下面的这个 这个 其实in跟im它作为前缀 作为prefix 前缀 它还有一个叫始 这个始是怎么来的呢 它是根据en来的 大家知道了en之前是什么意思 就是什么 就是始什么什么 如果不记得的 如果不记得的 来大家可以回顾我们的这个 之前的slides 我们在讲e的时候 有跟大家说过in 它是有这个始什么什么 始什么什么 作为单词 en作为前缀 然后en跟in 它其实发音是一样的 都是en 都是en 然后所以他们有的就把en写作了in 或者im 其实是一个意思 其实是一个意思 比如说impel impel 这个叫驱动 这个叫做驱动的意思 叫驱动 然后这个是很多积极向上的感觉 否定的前缀吗 in是否定的前缀 但是它也有这个就是始什么什么 那motivation 大家知道 motivate 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其实叫做激励 激励 对吧 叫做激励 motivate 那这个励志什么 叫motivation 对吧 motivation 就是你的这个动力 叫motivation 那impel 跟motivation 大家知道这两个单词 它是怎么样有一个 更潜在的一个含义吗 就是更深层的一个含义 虽然都是驱动啊 鼓励啊 激励啊 但是呢 有一个非常本质的区别 有一个非常本质的区别 就跟咱中文会说 鼓励 对吧 是鼓励加油 你可以的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 是更加深层度的 叫做什么呢 叫做边侧 叫做边侧 边侧是什么 拿着边子在后面 抽你 让你往前走 所以impel 它是边侧的意思 因为为什么呢 它这个单词 p i-m-p-l-e 它是什么呢 它的这个词 是这样 我来说 放的缩点有点太小了 它是这样的 我来把这个 往这边放一点 它是im 加上了p-e-l p-e-l 它的意思 其实是叫做pull 这是拉扯的意思 p-e-l p-u-l 这两个是一个词根 这两个是一个词根 因为a-i-o-u 原因是可以变形的 所以p-e-l p-u-l 都是可以 比如说 这个pull 就是拉 impel 就是把你再 拉着你 拉着你走 所以这个是一种 是一种边侧的一种感觉 边侧的感觉 而motivate motivate 它更多呢 是一种 就是言语上的激励 言语上的激励 而impel 真的是在后面 会推着你走 会推着你走 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对 em也是这样的 小孟同学刚才说 em跟en 它其实都是这样的 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 谐音的一个错别字 其实大家可以把它 记成一个谐音的错别字 因为以前比如说 energy 或者音什么什么 大家写的时候 虽然它是en 但写的时候就写成了in 因为发音是一样的 发音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算是一个错别字 然后错别字 就按照这边 继续就这么用了 美国你有很多的错别字 有太多太多的错别字了 很多这些词根的这种多种变形方式 就是这样来的 就是这样来的 因为 首先在西方印刷术的出现 印刷术的出现 就迟了很多 对吧 像这种第一批印刷出来的古登堡圣经 是1455年时候才有 1455年才有正规的是什么 印刷出来的东西 咱中国古代时候就有印刷术了 对吧 古代时候就有印刷术了 而且怎么说呢 咱中国有读书的习惯 对吧 儒家文化一直渊源流传 并且你读书了之后 你才能够去怎么样 才能去加官进爵 走上士图 所以咱中文的错别字很少 中文的错别字非常非常的少 但是你纵观人家 就是欧洲的历史 因为读书的人太少了 读书的人真是太少了 就是都是什么 就是打仗的那一些 都是打仗的那一些 所以写个错别字很正常的事 所以错别字就错别字错学 所以这为什么我们大家觉得 学英文特别的难 错别字有多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受的这个语言的文化有多 因为靠自己一人之力 完成不了这个语言 东拼西凑 东拼西凑 这项我们跟大家说了 英文里面 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二十六 百分之二十九 是这个拉丁语 对吧 百分之二十九 法语 百分之二十六 日耳曼语 百分之六 是外来语 还有百分之六 是这个希腊语 还有百分之四 是这个自己起的名字 所以你看 凭自己一己之力 都完成不了一个语言 都得东拼西凑 所以是吧 中国比他们先进很多 当然了 人家有人家的好 这个完了之后 在中世纪的时候 愚昧劲过去了之后 对吧 愚昧劲过去了之后 开始走上了文艺复兴的道路 开始了启蒙运动 开始了走向科技大发展的道路 就在那个时候 一下子甩开世界一大截 欧洲甩开世界 Rest of the world 一大截 所以怎么说 人都是聪明的 因为我们人类祖先都是一个 就是看你是接受什么样的一种教育 或者说你把你的注意力 集中在什么地方上面 那对吧 我们都是智人的后代 这个智人智人 Intelligent 特别的聪明 特别的聪明 对 对吧 万物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对吧 就是所以咱中国人 就是好读书 好 好 这个我们继续来看这个Pull 所以它Pull 是有拉扯 拉扯的这种感觉 就推着你走 拉着你走 所以这叫impel 这种叫做驱动 这是文字上的翻译 叫驱动 但其实我是更喜欢鞭策 更喜欢鞭策 这个意思 这一层意思 然后呢 insight insight 这个也是有这种鼓舞的感觉 sight叫说 说就是说 sight 之前我们在说c的时候 它像型了这个c 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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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 对吧 说 然后呢 这个insight 不是说不说 不是说不说 虽然in有否定的意思 但是这个insight 它是有en的意思在里面 就是什么 让你说的更多 让你引用的更多 那就是什么 就是鼓舞 励志 鼓舞励志 insight insight 就是也是有鼓舞的意思 这种就是 通过语言上 语言上 一顿说 这个我们要成功 我们要怎么样 成功一致 成功一致 中国人在世界上 都是超努力的 说实话 真的是 就是 我们有一个单词 叫做stereotype 就是大家会叫刻板印象 刻板印象 对于中国人的刻板印象是什么 超努力 超聪明 对吧 超努力 超聪明 这个就是对于中国人的一个刻板印象 所以我们的印象还是非常积极向上的 那几年前 几年前 人家也有 欧洲人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是什么 有钱 土豪 有钱 土豪 所以你看现在 是吧 反正都是挺好的 所以吧 两者是能够联系在一起的 又聪明 又努力 这才能有钱 对吧 是吧 是话操理不操 然后呢 in tone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in tone 这个不是在调上 虽然印它也有在什么上面 对吧 in是在什么上面 但这个in是作为使 使动 tone是什么 是调子 调子 比如说我们的ring tone 但还没有达到他们stereotype的标子 对 tone这个叫做调子 我们的手机铃声叫什么 手机铃声叫做ring tone 手机铃声叫做ring tone 那 in tone是什么 就是你在调子上 然后in tone是什么 叫永唱 也是叫永唱的意思 永唱 使你在调上 你得唱在调子上 永唱 然后呢 inspire 这个叫做 启迪 叫做启迪 所以inspire有启迪 然后这个单词呢 它也是in 是时什么什么 spir spare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其实是呼吸的意思 其实是呼吸的意思 spare是呼吸的意思 就你就是 因为它这个怎么说呢 spare它是有一种什么 有种你这个吐气的感觉 后面这个ir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air 就是空气 所以你就是呼吸空气 sp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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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气 就是呼吸 启迪是怎么样 启迪 这个中文 这个中文有一种 叫做 豁然开朗 豁然开朗 茅塞 顿开 是这个感觉 有一种让你 一种通透感 通透感 so inspire 它其实是什么 让你能够呼吸的更顺畅 让你能够呼吸的更顺畅 啊 そうですね そういうことが 就这种 就是让你 哎呦 起敌 inspire 就是让你呼吸顺畅了 茅塞 顿开 豁然开朗 大家在讲这个成语 茅塞 顿开 豁然开朗 是不是感觉 有一种 就是 是能够深呼吸一口 清凉空气的感觉 是吧 哦 深呼吸一口气 哦 是吧 就是有种感觉 像吃了一个薄荷糖一样 所以inspire 就是这种 起敌 能够让你起到 浑身起 鸡皮疙瘩的这种感觉 起敌 呼吸了一口 通的感觉 对吧 通的感觉 breathe也是呼吸 对 breathe也是呼吸 但他们的这个词根 是不一样 它这个breathe 其实是来自于 breast B-R-E-A-S-T 来 我给大家来讲一下 这个breathe 正好这个黑脸的同学 问了一下 那我们也跟大家 也说一下 它是 这个单词 其实是来自于叫 breast breathe 是呼吸 对吧 其实它都是来自于叫 breast breast 这个是 胸 胸 因为你呼吸的时候 最明显的是 胸部变大 呼吸 胸部变大 当然 这个我们有 胸部呼吸法 有腹式呼吸法 腹式呼吸法 是对吧 很多要演讲 或者唱歌 有内功能 叫丹田 对吧 所以breast 是胸 breathe 是呼吸 它其实是根据 这个胸 这个单词来的 因为你呼吸的时候 胸 哈哈哈哈 这样 一掌一幅 一掌一幅 它是模仿这种 但是spir 这个spir 它意思就是 吸呼吸空气 这个更加的一个物理动作 物理动作 而breast 这个看的是你的一个形象 你的胸部会 一掌一幅 一掌一幅 这样的一种感觉 一掌一幅的这种感拱 这种感拱 好 那我感觉肚子一变 那几乎同学 你用的是 副式呼吸 这个高手 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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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个高手 然后 所以inspire 刚才我们就看见了 inspire 这个叫启迪 然后irritate irritate 这个叫 这个叫 凡 凡人 凡人 对凡人 那这个irritate 它其实就是来自于 这个 riach irritate 其实大家直接就看 它是ir加上了rit rit 是根据这个来的 irritate 是ir加上了rit rit 其实大家如果看这个单词 就是不知道的话 来直接看rat 知道rat是什么 是耗子 然后 然后这个rit 其实它是有抓的意思 就是 就是也不是用大抓 就是小抓的 牢 是可以叫牢的意思 牢 所以也 也不是让你就是感觉 特别的烦 对吧 不是感觉特别疼 那就是一直在牢 烦得慌 烦得慌 rat 耗子也是 一直在牢你 牢 就稀稀索索 就特别烦 所谓irritate 它这个其实呢 也是im 跟这个an in 加上了im 但是呢 由于r 它会有一个变形 就是让你更烦 让你耗子 更加的脑里 更加的脑 那什么叫 烦人 烦人 特别的烦 所谓irritate 就是烦人 烦人 这个 比如说 麻烦你一下 这个叫trouble 或者叫bother trouble 或者叫bother 这种呢 就要更烦一点 irritate 就是那种是 这种真的是麻烦 就是要麻烦你 麻烦你的这种感觉 或者bother 就真的是要烦到 你叫irritate 就是这种小烦 比如说 你在打字 你在学习 外面打装机 打装机 那种东西是什么呢 那种是bother bother you that bothers me 就特别 就那种有点火了 有点火了 但是呢 你在 你在写作业的时候 有个蚊子在你旁边 飞 那种就是irritate 就是 就打开 就有一点小烦 但没到 就是让你抓狂 那种地步 bother是有点 让你抓狂了 就你真的特别烦 恨不得 捂上耳朵 但是蚊子 irritate 就是时不时来烦你 就这样 所以单词跟单词之间 还是有很多 这个细描的区 细微的区别的 细微的区别的 所以呢 无论大家以后是在说话 写文章 或者在写email 其实用词准确 很关键 用词准确很关键 你首先你会用词了 接下来再来看语法 再来看这些 单词是所有东西的基石 所有东西的基石 就为什么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老师 不会乐意教单词 就是你这个东西真的是要潜心下来研究 并且能够把这个单词从词根上来解释 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而且可能会别人觉得有些枯燥 因为语法这些东西 规则就这么多 对吧 就跟你讲打麻将的规则一样 就一套 讲完之后就OK了 接下来就可以用了 但单词这个对吧 四万五千个 但是我们不会用那么多了 常用的一般七八千个左右 所以这些单词我觉得能够给大家整理出来 来告诉大家每一个跟每个区别如何使用 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非常不错 而这个总得有人要做 对吧 那现在已经有一些非常厉害的机构 有在做的这些了 但是学长也是想从另外一个角度 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给他来做一些 更容易理解的一些方法 就是这样 好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下面 i它作为这个 因为in跟en它是作为一个前缀 i有没有自己就创造出来的单词呢 有 有 但是不多 有 但是不多 就是i它自己作为一个单词 自己作为词根出现的 而不是en跟im的 有没有 有 但是不多 来 首先有两个 一个是init跟isol 大家知道有这么个单词叫做initial initial叫做开始 开始init 其实init它就是什么 init它就是开始的意思 开始 in在里面 i开始 是一个符号 就是t跟大家说 t这个单词 这个字母 后面我们讲到的时候 会跟大家说 它是有符号的意思 它作为一个符号 所以比如说你在祭祀 或者说什么方面 它就是有这个符号的感觉 所谓init就是什么 作为一个开始的符号 开始 李哲远学长也有一个讲单词 真的吗 这个我要来关注一下 李哲远 李哲远学长 他的那个关注 布拉布拉 布拉布拉 可以看一下 那所以initial它就是在里面开始了 i作为一点点开始的一个样子 所以initial叫开始 开始的 initial叫做开始的 对吧 用init它造出了一系列单词 用这一个它大概造出了30多个单词 30多个单词 都是从init开始的 比如说initial initiate 这边也有initiator 对吧 这个initiate叫行动开始 比如说我们开始了一项计划 这个呢更加的是initiate 这个更加是就是书本化一些 书本化一些 跟口语还不太一样 口语的话我们大家会说start 对吧start Sunflower同学说得非常好 cat 它就是作为一个符号 因为它是写在了很多的这个 就是大家如果看一些古埃及的一些东西的话 猫是作为一个符号 是刻在他们这个法老旁边的 然后接着我们来说initiate 这个单词 initiate 比如说你要开始一个计划initiate a project initiate a plan initiate something big 但是更加是书面上更加官方一些的 我们会用initiate这个单词来说 其实它就是initial加上了ate ate是一个叫动词后缀 后面我们也会跟大家说 就是有很多的这些词跟词缀 它是有特定含义的 像ate它就是一个叫动词后缀 ate initiate 所以呢 它呢更多讲就是一个行动的开始 但是这个用于一些比较官方的 比如说我们开始了一个光盘计划 光盘计划就是什么 就initiate empty dish 或者empty disk 对吧 就是这个光盘计划 这种就叫initiate 而不是说start start的话就太没文化 就是没有那么的 没有什么的 没有什么那么多 initiate叫启动 启动 启动 启动这种感觉 我们启动了什么什么计划 initiate这样的单词 然后initiator就是这个叫发起人 or 这个更多是作为人 相关的worker worker 是不是这些都有 都有这个or 是作为人的一个后缀 人的一个后缀 所以initiator就叫做发起人 发起人 比如说你是这个计划的发起人 你不是说I'm the starter of什么什么 你说I'm the initiator of this project initiator 就是这个的发起人 发起人 然后A有这么两个单词 叫initiation 这个就叫启动 启动的名词 比如说initiation of something initiation of something 就是一个什么什么的启动 一个什么什么的启动 叫initiation initiation 这个我把音标也标出来了 音标也标出来了 initiation initiation 然后这个是启动的名词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叫initialization initialization 这个叫做 算了 不说了 太多了 太多了 这个单词大家不是特别常用的 这个不是特别常用的 这个叫初始 回归初始化 这个叫做 回归初始化 哎呀 这个单词 我来都不够写 这个叫 初始化 来 initialization initialization 这个叫初始化 如果你要把你的手 手机 或者说什么 你要把它回归初始化 就是说 initialization initialization your cell phone 或者说什么什么之类的 这个字叫做回归初始化 回归初始化 do an initialization initialization 这个是 initia 它是 始 ation initiation 但是它在发这个长单词的时候 这个音 它变成了 始 而不是始 不是始 而是始 对 始期开始 就是初始化 哎呀 这个布朗同学 这个布拉布拉用的特别不错 对 所以这个单词 很长 很长 但是呢 后面还造出了更长的 但最长的就是这个 initialization 就是这个 但是呢 它用这个init init 造出了20 30多个单词 这是其中之一 用in 就用i 作为一个单读词根的 还有一个 也是大家非常常见的 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isol isol 它也是作为一个 恢复出厂设置 对 恢复出厂设置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单词 把它回归出始化 就是这个单词 那还有一个 哎 我们大家应该会非常熟悉的 就是这个 isol isol 这个呢 是作为 也是叫单独的 单独的 单独的 所以你看 标标 两个数 中间一个so 其实就是 so I'm alone now 就是有点这种感觉 有感叹这种感觉 当然它不是这么造的 但是这种 帮助大家一个联想机 联想机 所以这个 isol 这个是叫做单独的 它自己做了一个词根出来 自己做了一个词根出来 然后呢 我们来看 有这么一个单词 叫island 叫做岛 岛 叫做岛 这个叫 其实它就是 就是isol 它是叫isolent 它有点是isolent 但是呢 它把这个l跟a 在写的时候 调了一下位置 然后从o 换成了a 这个呢 是因为 就是在写单词的时候 是可以这个原音互换的 a e i o 又五个 可以原音互换 但是呢 这个 有一个 我之前 我在学英文的时候 有个老师 讲的这个方法 特别好 我先喝口水 让跟大家说 其实喝的不是水 是咖啡 就是我当时在学 island这个单词 我们老师 跟我们说了个非常好 island是在哪出现 是在海上出现 航行了大半天 突然 你在看到了一片 一片陆地 Oh It's land It's land 是什么 island 岛 所以 It's land 这是陆地 这是陆地 你到了一块岛上 你到了一块岛上 所以 这个特别有意思 但其实它 作为这个单词来说的话 它是叫 isol 根据叫单独的 单独的 isolated 其实就是一个 单独孤立出来的这么一块 岛 就是单独孤立出来的这么一块 然后呢 isolate isolate 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隔离 或者叫孤立 孤立 隔离跟孤立 隔离跟孤立 当然了 我们现在 前段时间 我们的这个 前段时间 我们之前 这个大家 这个 对吧 新冠 隔离 不是那个隔离 不是这么拼的 那个隔离呢 也是隔离 那个叫做quarantine 叫做quarantine 这个叫做隔离 就是 病 生病的隔离 生病的隔离 因为 这个生病的隔离 是怎么一回事呢 是 它是有历史原有的 它是有历史原有的 quarant 是四十的意思 就是quarant 是四十的意思 就是在这个 罗马语里面 叫四十 四十 然后最后的这个 tine 是大叉子 大叉子 就是那种 像这个猪八戒 拿那种钉耙一样 那种大叉子 time tine tine 是叫大叉子 大叉子 所谓quarantine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强制隔离四十天 强制隔离四十天 因为这个是有历史原有的 有历史原有的 当时黑死病 在这个欧洲蔓延 你外面漂泊的船只 你要靠岸的话 你必须要在码头停满四十天 你才能进来 就是确保你是没有染病了 你才能进来 并且这个是强制的 所以这个是在中世纪时候造出来的一个词 quarantine 叫做隔离 病理隔离 就是它跟这个isolate不一样 isolate是可以叫隔离 或者叫孤立 比如说你在医院里面的隔离病房 这种就叫isolation room isolation room 就叫隔离病房 医院里面的那种隔离病房 是需要重症监护的 或者那种 是叫做isolation 就是你跟大家孤立起来 你是一个个体 但是quarantine 这个直接是一个强制的 它有个tine tine在里面 强制的一种隔离 强制的一种隔离 所以需要四十天 所以这个两个 虽然说意思是一样 但是完全在用的时候不一样 用的时候quarantine 它也是隔离 但isolate也是隔离 但这两种单词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所以isolator 这个叫隔离板 而不是隔离人 这个isolator 就是or是什么什么的 可以叫人 也可以叫个东西 可以叫个人 可以叫个东西 但是加or 它这个isolator 是可以叫隔离板 或者叫隔离物 你把一个东西 给隔离开来的这个东西 挡板 这种叫做隔离板 isolator 也是根据isol来的 对 布拉布拉同学说的很对 针对的范围不一样 就我们中文是因为可以有很多的这个补语进去 我们能够把这个单词 就这个词的意思给它给补充完整 给补充完整 但是英文他们讲究用词准确 就是precise 就是你用词的话需要precise 精确 它每一个单词都有它的一个含义 所以中文就比较的随意一些 就中文比较随意 你就比如说 这个小东西很小 非常小 或者说病理隔离 生理隔离 对吧 生病隔离 这些都可以 但是人家他每一个都有一个单词 来给你形容出来 所以这就是中文跟英文有点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咱中文词汇不用很多 你常用的就是大概你大学毕业吧 你大学毕业 你需要用到大学词汇的话 你基本上八千个左右词就够用了 但是你如果你要考GRE 你要考这个SAT或者这些的话 你至少你得有个一万五左右的单词 词汇量才可以 就是他们的单词讲究用词要精准 用词要精准 所以这个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 而且这个就是中文 就是因为他要用补语 所以他说话会很多 就话会很多 这个也是我当时在美国 就是写作文课 就英语课 这个特别头疼的一件事情 就一开始刚过来 十几岁刚过来的时候 然后老师让你要写一篇一千字的作文 一千字的作文 现在大家如果就是 现在高考是要多少次 两百字还是三百字 反正就是你那种 高考的作文也不用 就一百多字 一两百个字就OK了 你就写完了这个作文 然后当时让我一下就写个一千字的 我的天哪 那真的是憋字憋得要 都憋出内伤出来的 比如说很多 对吧 我都不用many 都不用many 因为many就一个单词 我用a lot of 还不用lots of lots of是两个 但是a lot of 三个单词 a 对吧 a lot of 三个单词 就一下凑了三个字上去 所以当时真的是憋出内伤 而且就是中文会比英文说上去的话要多一些 比如说 今天的天气真是非常的好啊 十二个字 对吧 十二个字 今天的天气真的是非常的好啊 十三个字啊 十三个字 然后 你用英文来说 what a nice day 三个 三个字搞定了 what a nice day 看到有what a nice day 就涵盖了刚才我们说的十三个字 所以英文讲究真的是 我的天哪 就算了 不说了 说多都是伤心话 说多都是伤心话 所以 对啊 你前面还可以哇哦 再加个感叹词 哇塞 今天天气 对 今天天真好啊 对 中文也可以 中文的就是什么 叫大道致歇 你同样一句话 你可以简单的说 你也可以复杂的说啊 你也可以简单的说 也可以复杂的说啊 这个 就跟 就跟这个 呃 就跟很多这个地方方言一样 嘿 天呸棒啊 今天天呸棒 四个字 搞定 对吧 四个字 搞定 今天天呸好 对吧 呸都出来了 所以 不一样啊 不一样 所以呢 这个 怎么说呢 就是中文 啊 我觉得还是有古人智慧的 可以讲的很简单 也可以讲的很复杂 但是 英文啊 如果说他不是要讲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重句的话 就很很 就是太简单了 这这这太简单了啊 好 然后我们再来往下面看啊 啊 isolator 说过 isolation 直接叫做隔离 啊 有的 有的同学就说了隔离隔离隔离 怎么全是隔离啊 怎么全是隔离 缩小一点啊 缩小一点 isolate 这个隔离是隔离的一个 等一下啊 isolate 这个隔离是作为隔离的动作 把人隔离起来 这个是一个动词 是个verb 我们给大家在旁边写一个V 啊 isolation 这个是个noun 是个noun 大家知道verb 跟noun 啊 verb跟noun 这两个都是拉丁语啊 verb跟noun 这两个都是拉丁语 verb叫做动词 这两个不是英文 这两个都是古拉丁语 叫名词 这两个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也跟大家来科普一下啊 也科普一下 张子岛善辩 verb 这个叫做动词 因为呢 他这个动词 大家来表示动的话 来直接来说 你一个轮胎要转 一个东西要动 你用口 你用声音 一个声音去模仿 你会怎么样模仿 是不是 verb 对吧 转起来 所以verb 直接叫做动词 因为它是会动的 对吧 动词 然后noun 它其实是拉丁语 其实呢 就是name 就是name 所以你看pronounce 对吧 pronunciation 这个noun就是什么 就是你把这个声音 给它发出来 声音 去到 所以它这个noun 就是name的意思 noun是拉丁语的name noun是拉丁语的name 所以noun它叫做名词 因为它你应该喊出一个名字来嘛 对吧 什么是名词 背的是名词 数据线是名词 这些都是名词 隔离 这也是一个名词 隔离 把什么东西给隔离了 咱中文这个叫名动一体 中文很多是名动一体 就是你这个东西 你既可以叫名词 也可以叫动词 它是名动一体的 稍等一下 它是名动一体 它既是名词 它也是动词 既是名词 它也是动词 所以呢 比如说 我前段时间隔离 就算了 就隔离不太好 造词 用比如说 门坝 门坝给坝着 车坝手 对 把这个坝给坝着 把这个坝给坝着 对吧 把把车坝 把把车坝 对吧 这个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把把把 把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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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写写 写出来三个字 就是巴巴巴 对吧 写出来三个字 就是 对 我一把把把把 我一把 我一手 把把把住了 对 就是这个 我想说 就是这个 一手把把给霸住了 你美国人一看 什么玩意儿 什么玩意儿 对吧 我一把把把给霸住了 我一把把把给霸住了 这什么玩意儿 什么玩意儿 对吧 一把把把给霸住了 所以 这个 谁看的都没有 但是呢 这个native speaker 我们中文 就是习惯了这种 傲然于天地的这种畅快感 要的就是这种 我想过 等下 这个mhn同学还说了 你读得好像不太对 对的 我一把把把给霸住了 我一把把把给霸住了 应该是这样 对吧 这个 我想过过 我想过 我想过 过过 我想过 过过 过过的日子 出来了 这个应该是小龙女 跟这个杨过说的吧 对吧 我想过 我想 我想过 过过 过过的日子 我想过 过过 过过的日子 杨过 对杨过 我想过 过儿 过过的日子 对对对 哎呀 还是学学厉害 就是把这个 我想过过 过儿 过过的日子 哦 不是 我想过 过过 过过的日子 好了 就是这个意思 在中文叫什么 民动一体 民动一体 名词 跟动词 是可以一样的 并且你这个 哎呀 中文太难了 中文太难了 就是 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学长 就是人生当中 最庆幸的一件事情 就是 我是一个中国人 不用来学中文了 因为 你就是 中国现在是肉眼可见的速度 正在往这个上面在走 所以以后的话 英文也要学 但是更多的 可能会是 别人在学中文 别人来学中文 所以呢 我不用学中文了 这个太好 真的是太好了 所以呢 哎呀 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 Isolation 这个就是叫什么 叫叫隔离 它是一个名词 它是个名词 接下来 还有一个名词 叫 Isolationism 不对 Isolationism Isolationism 这个名词 真的是绕口令 Isolationism Isolationism 是这么读的 Isolationism 叫做什么 叫做隔离主义 革离主义 Isolationism Isolationism 大家在读单词的时候 在读单词的时候 看见会有这个注音符号 在这里 在这里 它在这个上面有一匹儿 这个叫主中音 主中音 就是在这个匹儿的后面 是要主中读 然后下面一个小匹儿 叫次中读 叫次中读 所以这个叫 Isolationism Isolationism 就是这么样来读的 第一个也要中读 但是后面的 要读得更重一些 Isolationism 所以这个 它就不是发Iso 而是发Ish Ish 它就不是发Iso了 所以它在读 长单词的时候 这个so 包括像刚才的这个音 它都是会给它 做一个变音 比如说像这个 Init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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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Initia 它有一个 Ish 它是发Id的音 对吧 它这个是发Id的音 但是它作为长单词的 它就是发 Initialization 它就发了I 是发了Id这个音 发了这个音了 所以呢 长单词在读的时候 它们会有一些变音 会有一些变音 所以呢 现在有很多这种 比如说什么自然拼读法 对吧 什么这些之类的 之类的 之类的 有它的可取处 但是呢 就是读大部分的 80%左右的单词 是都能够读出来的 但是还有20% 就是像这样的 它不规律 它在读单词的时候 它会不规律 所以呢 对长单词真的是不好读 所以呢 这个叫 不是叫隔离注意 是叫隔离主义 它是一个主义 主义 隔离主义 好 所以今天 讲的这个单词 还是 今天讲的单词 好像不是很多 今天讲的单词 不是很多 我们看一下 讲了多少个 这边10个 对吧 10个 这边 这边多少个 20 20多 不到30个 对 所以今天讲的单词呢 算是经讲了一下 给大家经讲了一下 因为呢 单词我们 更多的是 第一要知道它的读音 不是只是看到它 第一是知道它的读音 怎么样把它给读出来 第二知道它怎么样去用 知道它怎么样去用 所以呢 今天我们的这个 我说会 我们就先分享到这 下一次呢 我们的这个课呢 是周日晚上 因为我发现周六好像 对吧 给大家放一天假 给大家放一天假 周六就 周六晚上 就是中国朋友 周六晚上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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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学习了 要劳逸结合 好好玩一下 因为主要是发现 周六晚上看直播的人 不是很多 那么就周日 周日 开启新的一天 所以我们 周日 六月二十八号 晚上八点半 我们继续来讲J 继续来讲J J这个单词 还是挺多的 这个单词 还是挺多的 然后呢 稍后 这个新加入的朋友呢 大家把这个 学完再玩 OK 对 然后呢 学长今天word 很多了 很多吗 Svatcha Svatcha 对 它这个 这个叫Svatcha 是这个 这个单词 对 它叫 Svatcha 对 它这个单词 就是叫做 Svatcha 的这个音 对 它不是 它 对 它是一个欧的变音 Jerry和Julio同学 说的非常对 欧 英国当时奉行的光荣 独立主义 这个我要查一下 是不是这个单词 它可能会有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单词 是这样来说的 然后这个 新关注我的朋友 新关注我的朋友 记得加一下 加一下这个号 这个是学长的微信号 然后呢 加了这个号之后 学长会邀请你入群 邀请你入群 下面的这个 下面的这个 然后呢 我们会把今天的课件 也是会分享给大家 分享给大家 下一次课呢 是我们6月28号 晚上8点半 周六呢 就放大家一天休息 所以现在是周五跟周六 看不到大家 周日我们继续 周日晚上8点半 我们继续 那这个大家 加一下学长的微信 然后呢 这个我们接下来呢 就是这个书 也会尽快的 我就把它给写完 然后呢 尽快跟大家来面试 面 给到各位 不能说面试 好的 那 对 阿卡索 对 各位 非常感谢 这个小孟同学的提醒 差点又忘了 来 大家点击一下 我黄色的购物车 里面呢 有阿卡索的这个 一元外教的体验课 一元外教的体验课 大家面试 对 一元外教的体验课 就大家直接呢 可以购买一下 这个外教的课 一块钱 一块钱 就能跟外教进行 这个对话了 而且这些外教呢 是非常专业的 这个 是有这个 就是 英文教育执照的 跟这些 很多外国人 就不是所有人 都会教外语的 就是我是一致 这么认为的 不是所有人 都会教外语的 因为 就跟不是所有人 都能当语文老师一样 那学长为什么呢 就学长其实也是有 教师执照的 下次我在 抖音里面给大家放一下 就是我是有 纽约州的教师 助理执照的 就我是 也是一个正正经经 注册在案的 一个教职人员 然后呢 也是按照自己的 一些方法 然后也学了一些 这个系统的 学了一些 这个技术之后 然后呢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所以呢 也是有 credibility的 不是半路出家 然后呢 大家点击一下 黄色的这个购物车 直接就可以领取 购买一块钱 就可以跟外教 去预约这个口语课了 那大家这样的话 也可以知道 自己是怎么样的 一个水平 然后并且家里有孩子的 想锻炼口语的 那也可以去来 上面看一下 或者自己有英文面试 或者说要准备 这个口语考试的 或者说怎么样 也可以直接跟外教 来进行沟通 他能给你直接 可以出个比较 全方位的一个 一个回复 好吗 那 学长 Margo怎么解释 Margo 这个 等一下 Zoom Zoom怎么买 Zoom的话 我把这个 我到时候 我把这个购物车 分享给我们 我收惠的朋友 因为我到时候把这个 分享给大家 Margo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 根据他这个 Margo来的 Margo就是说 马克杯 呆呆蠢蠢的 这种感觉 马克杯 所以他Margo 应该就是这种 呆呆蠢蠢的 这种感觉 就是人家也是造出来的 一个词 就是呆呆蠢蠢的 这种感觉 所以这个 Wizard都是有什么 你看 Wizard跟Wizard 有这么一个单词 再跟大家来补充一下 突然讲到 这个单词 给大家再开一页 大家知道图画怎么说吗 图画叫做image image 对吧 这个叫图画 或者叫图像 图像 图像 其实简单的来说 你把别人造成照片 或者说这些image 对吧 因为之前这种 这叫painting 这叫做画像 对吧 画像 图像是你直接出现在 这个上面 这个图像 image 因为它里面有个叫mage 在里面 mage是什么 是魔法师的意思 魔法师 其实就是把人用魔法给变进去了 叫做image 叫做图像 对吧 特别有意思 一不小心 暴露了本性 所以image就是这种 这种感觉 图像 一个小人 把人用图像 变到这个魔法里面 mage 魔法师 所以image就是图像 特别的神奇 特别的神奇 好的 那今天我们的课 就先上到这么多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这个V8阿金刚过来 刚过来 我们这个课就要结束了 点关注 点关注 学长不迷路 然后呢 我们呢 接下来学长也会拍 更多的一些英语的一些 记忆方式吧 记忆方式一些小技巧 谢谢纪乎同学 谢谢吕博斌同学 谢谢这个蓝色戴达尔的幽灵 这个名字取得 特有意思 有意思 好的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 就先到这儿 然后呢 我们周日 这个直播间的朋友 直播间的朋友 我们周日晚上8点半再见 我收会的朋友 我们今晚继续 我收会的朋友 在纽约时间 咱今晚继续 好吧 那今天的分享 就先到这儿 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 来把这个